欢迎收看今天的外汇行业 一 英国央行行长称预计夏季追加刺激 英镑跌至三日低位 二 风险偏好升温 支持新兴亚币 但人民币走势震荡 三 贵金属多头 跃跃欲试 白银领袍涨幅超4% 大家好 今天是7月1日 星期五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外汇行业 周四 英镑对美元纽约时段迅速下滑 跌于1% 此前英国央行行长坎尼称 预计夏季需要追加刺激措施 以应对上周的意外脱公投结果 坎尼之前就已经警告称 如果选择脱欧 英国可能会陷入衰退 大臣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 将在其下次会议召开后的 7月14日发布对情势的初步评估报告 坎尼发布讲话后 英镑从讲话前的1.3432跌至1.3245 全日下跌近1% 距离周一触及的31年低位仅差1美分多 英镑对欧元全日下挫1%至0.8380 逼平周一触及的2014年3月以来的最低位 北京时间0.57分 英镑对美元爆1.326668 周五亚太时段多数新兴亚币对美元上涨 本周料露得周线涨幅 因上周英国偷公投给市场带来打击后 投资者对高风险资产的需求继续缓慢回升 市场对英国央行和其他主要央行将推出的 更多刺激措施的崇敬也支撑了人气 但日内人民币汇率下跌 未追随地区货币的涨势 仍处在本周初创下的五年半低点附近 据外媒周四报导 消息人士表示 中国央行将可能容忍人民币对美元 在2016年最低跌至6.8以支撑经济 这意味着今年人民币的跌幅 将追凭去年4.5%的记录跌幅水平 日内马来西亚林迪特对美元因债势吸引 虽今流入触及一周高位 明明周五亚洲货币涨势 但随后削减涨幅 因5月出口意外下滑 与此同时 韩元对美元有望录得将近5年来 最大单周涨幅 因数据显示 韩国6月贸易顺差创纪录高位 帮助韩元重返英国公投前的水平 7月1日消息 亚市五盘纽约黄金期货直线拉升 重刺每盎司1340美元 纽约白银期货领涨贵金属市场 涨幅超过4% 创2014年10月以来的新高 国内期货市场大涨 贵金属和有色金属集体爆发 户息涨停 报每吨11万8千元 突破了今年3月份的高点 会营暴涨于5% 截止日发稿 纽约黄金期货 报1338.2美元每盎司 涨幅1.33% 纽约白银期货报每盎司 19.47美元 涨幅4.51% 数据显示6月全月 黄金上涨8.47% 而以交易最活跃的月份 为标准计算 黄金今年上半年上涨 已经达到24.56%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